是一台小瓶的磨砂黑的苹果7 我们看一下纸条什么问题 在同学那买来一个苹果7不开机充电没反应 帮忙修一下出个视频 好的苹果7咱们先充电试一下看能不能开机 充电了没有任何反应 手机也不开机 好我们拆机检测 拆下尾部螺丝屏幕打开看一下内部 手机的内部开着还可以比较整齐 不缺失螺丝和配件 应该是之前拆开过 主板呢没有修过 拆下屏幕电池的盖板 之前呢应该是坏过尾插 尾插的排线扣呢已经掉了 所以造成的是不充电 好的我们重新扣好尾插排线 扣好电池插入充电器 看一下有没有反应 好的手机电池没电 现在也可以充电了 充了一段时间的电 手机倒可以正常开机了 但是手机呢已经恢复出厂设置了 现在需要激活 手机的左上角显示无服务 现在只显示手机的串号 不显示序列号 说明这台手机的基带是有问题的 基带问题呢也是期待的通病 基带问题无服务或者正在搜索 正常使用的手机呢 千万不要恢复出厂设置 不要刷机 否则呢激活不了 这台手机呢要先修基带 修好基带呢 手机就可以正常激活了 这是一台32G国行 苹果7电池呢也快不行了 修好基带呢还需要激活 手机的ID知不知道 我们要问一下客户 别到时候手机修好了 ID不知道 那就尴尬了 手机的ID问了一下 没有问题 但是经过我们测量 基带CPU挂了 一 基带挂了 手机激活不了 好吧我也不希望是这个结果 只能把主板所有的配件装好 我想说老天你问一下你同学能不能退 能退的话就退了吧